美国海军潜艇专家萨顿21号在社媒X发文 称一艘共军093型核动力潜艇在台海附近发生严重事故 舰上船员全数罹难 但萨顿也说明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需谨慎对待 军事粉砖台湾ADIES当天也发文表示 经监听无线电频道406赵赫 不断收到ELT讯号已经发送好几个小时 稍早他更新消息指出 西南海域有一艘南海救112号救援船 不过台湾原能会表示 如果核潜艇沉没可能同时伴有核子外泄情况 但目前为止台湾共63个环境辐射监测站 都没有监测到异常辐射数值 海域辐射背景值也都在正常范围内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 目前没有听到有关消息可以证实这个情况 发文大概10小时后萨顿删除了相关贴文 经媒体继续搜索后发现 夏顿所指设的核潜艇事故的消息来源 应该是陆德社透过X账号所放出的 银嘴沙是攻击型核潜艇 它不可能从台湾海峡走 台湾海峡的深度就50到100米 核潜艇它至少在500米以下在台湾走 所以这个消息我认为是不可靠的 在台湾海峡是不可靠的 在台湾的东面 在黄海是有可能出事的 因为最近中共在那边搞演习嘛 我个人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 乌龙一个假消息的事件 可能性比较大 并且就是说核潜艇出事这个事件 它是非常严重的 就是说首先核潜艇出事呢 美国一定能知道 因为美国在整个第一岛链 它有很多这个海底的这个监听系统 就是说如果是真的发生爆炸之类的事物 一般潜艇在水底下面出事的话 当然核反应堆或者动力系统出事 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 就是说美国它肯定有各方面的情况知道 据了解共军093型核潜艇2007年服役 目前共有9艘 分析认为核潜艇出事不是小事 如果真的沉默 中共将很难封锁消息 不过路德社账号在发出推文数小时后 又称出事海域在西太平洋黄海区域 与此同时 在南非开会的习近平 今天突然缺席了原定的商业论坛 并临时取消了演讲 改由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代为出席 但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又恰逢共军核潜艇失事消息传出之际 因此引发外界广泛猜测 新台电视台记者韩非采访报导 请不愿意签认 mandar》